新冠肺炎确诊康复后 医院门诊统计最常出现的 就是疲劳 呼吸急促 胸闷和脑雾四种情况 如果康复三个月 类似的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月 就是属于常新冠 常新冠的发生率来说 什么疲倦 胸闷吸不倒气 这个盛行率大概从两层 到什么六层七层都有 中国服务医中医门诊表示 日前一名35岁女老师 确诊后觉得体力下降 到学校爬个楼梯都会喘 针对她的症状帮忙开中药 补气改善症状 偏向这个皮肺气虚型 就会搭配一些健脾的药物 像是这个茯苓啊 山药啊 中医师说感染新冠后遗症 中分为四大类 一是气阴 两虚型 容易疲劳 口干 觉得发烧 可以配合使用百合枸杞 胸闷焦虑属于干预气质型 可以饮用解育茶 像是橙皮薄荷薰衣草 所谓的脑污症状属于 清气不身形 另外在台中还有患者康复后 还是咳个不停 原本以为是长新冠 但是到医院X光检查 发现上肺出现2.5公分的空洞 才知道是感染肺结核 慢性咳嗽 我们不要因为曾经得过新冠肺炎 就认定它就是长新冠症后 医生表示部分感染者 因为肺部组织发炎 以为只是长新冠 但也容易因此忽略了其他疾病 康复后如果有明显后遗症 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就医进行检查 TV新闻 吕正成台中采访报道